讨员的确诊者都会收到这样一个防疫关怀包 不过随着染疫人数暴增 政府似乎也有点措手不及 一名留先生投诉 一家八口全染疫 想不到只收到一个关怀包 就连隔离通知书也只有一份 就是我跟他的对话 他说政府参事长5月8号他没有更改政策 但是我就跟他说 我们是5月1号5月2号相继确诊 为什么还要比照后来的政策 他就说没办法 我觉得这样子就照顾的表情就好了 根本就羞辱人 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 八点圈只给一个关怀包 他跟我说这些物资 物资被罚物资请出 我就觉得说这些物资 明明就是很税收可得的物资 他为什么会物资请出 我是不晓得政府钱都花哪一群 我们今天就已经入群节隔离了 隔离投诉他也达到一分了 我在市场的里面下面的脸书 跟在桃园市下面的粉丝团 都没有人理我们 我就觉得感觉桃园市场 这种菜还蛮忙的 事故着跑行程 我们在下面留言 也没有人再回我们 而且还用物资匮乏 紧说江湖咙舞 又不是说里面的东西 是什么山珍海味 我至少说可以补发或什么 其他补救方式 感觉他们都不想毫无作为 而且我们都快出关了 你都一直没有给我们 我们也不晓得小孩子到底 正确的复学 日期到底什么时候用 变成说我们还要去打给班导 打给学务处 我们还要去数日子 那教育局那边也完全不文不文 打给卫生局 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打不动 我曾经一天打三百公都打得进去 你看这疫情过了那么久了 疫情大概从十月初爆发到现在 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台湾市政府的反应还是如此的蓝玲瓏 我们去反应你看小编什么 也没有人理我们啊 好像变成说市长他每天发文 他自己自害自爽 但是真正民众在下面 在跟他反应这事情完全都不理啊 对此我们求证负责关怀包的民政局 他们表示因为染疫人数暴增 物资补给来不及 关怀包会优先给正在隔离期间的民众 今天开始不再限制一户只能领取一个关怀包 但隔离期间要请亲友到卫生所领取 民众可以先上市民卡APP预约 不过已经出关的民众将不会再补罚 桃园市卫生局则表示 民众尚未收到隔离单 可能是中央汇入的资讯不完整 才会造成影响 确诊民众可上卫生局官网 填写正确的确诊者资料 卫生局会协助提供给中央上传系统 由系统来发送电子隔离单